你有看见这一排闪亮亮的胸腰吗 胸腰对于五姿美感的影响力是极致强大的 所有的舞蹈演员每一天都在努力的让自己的胸腰漂亮再漂亮 舒展再舒展挺立再挺立 但是你还在用10年前20年前的训练方式来伤害你的身体吗 拼命的压折弯 No 今天分享给你科学的进步的安全的有效的胸腰训练方法 收藏这支视频每天跟我一起来练 来开始上课啦 舞蹈术语当中的胸腰实际上是指我们身体中的胸椎肩膀以及胸腔部分 今天我教会你驾驭你身体的一个部分 你就可以同时完成这三个部分的完美呈现 就是你的肩胛骨 对没错 你的肩胛骨就像两扇翅膀一样 附属在你的后背上肩胛骨有内侧圆以及肩胛下角 来跟我一起感受这两个点 第一步我们感受你肩胛的内侧圆 想象你的两个内侧圆向胸椎的方向做收紧发力 OK 再来一次 肩胛骨的内侧圆向胸椎中心做翻力 收紧 发现了吗 当你的肩胛骨内侧圆加紧胸椎的时候 你的肩膀怎么样 自然的打开了 OK 继续 感受你肩胛骨的下角 也就是正下方 想象有两根线 使劲的向下垂拉 我们一起做一个吸气 使劲向下垂拉你的肩胛下角 你会怎么样 看到了吗 你的胸椎自然的提起我们再来一次 肩胛骨的内侧圆 加紧胸椎 两个下脚向下垂拉 做吸气 想象胸腔舒展的状态 吸气 加紧内侧圆 下拉 肩胛下脚 舒展胸腔 漂亮的胸腰姿态呈现出来了 如果你有学习过我的那一篇 漂亮的头颈姿态的训练视频的话 你就会知道你的颈椎 应该摆在哪里 那么当我们加上母姿 我可以告诉你 我做出来的时候毫不费力 因为我可以精准地加油我的身体 清晰地知道如何呈现出漂亮的胸腰 只需要你感知你的肩胛骨 当然你需要有意识地训练 以背部肌群的力量感了 你的菱形肌 中下斜方肌 前举肌 大圆肌 也许你听起来一头雾水 没有关系 关注我 点击我的主页